他是法外狂徒张三的制裁者 他精通语言艺术 善于抖包袱讲段子 人称法考界郭德纲 他就是火遍B站的罗翔老师 罗翔毕业于北京大学 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 曾多次入选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老师 人称刑法学小王子 3月9日罗翔正式入驻了B站 当天发布的打招呼视频播放量就高达700多万 粉丝数超400万 他的视频弹幕密集到看不清脸 他凭借曲折离奇的法外狂徒张三课程段子 货真价实的法学知识 被频频送上热搜 他把所有视频激励收入都捐给儿童基金会 他说的案件只是包裹着离奇的外壳 真正的内核却始终是一个法律人的自行与客观 他被称为榨干全家钱包的女人 她是2018雅加达亚运会火炬手 她也是一带一路泰国商品推荐大使 她就是淘宝第一主播威亚 4月1日威亚创造了一个奇迹 直播卖火箭 他的直播间上架了五个湖北快周一号 运载火箭发射服务 火箭定价4500万 付50万定金优惠500万 转眼就被拍空 卖火箭并不是一次突发奇想 他说当下正值武汉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 他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给武汉送上最好的祝福 同时也想通过直播普及航空航天之势 三年如一日 他始终像个机器人般稳定运转 创造了许多带货奇迹 对他来说 因为热爱所以拼命 furniture 平时有关键 听築 有关键 vou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